好,我把這個講完了 好,我把這個講完了 這是陣列 然後我們宣告的方式是int A A A是變數的名稱,你可以自己定義 那A5的話就代表 A0,A1,A2,A3,A4 它是從0開始 它代表這5個變數 然後這5個變數都是int 那它是陣列 這5個變數我們把它稱為陣列的元素 它配置在連續的 記憶體空間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用指標 加1,它就會到下一個 記憶體空間 它的資料型態一定要一樣 這些元素的資料型態要一樣 如果資料型態不一樣的話 我們就會 用結構 結構我們下學期才會介紹 那所以的話 它從0開始到n-1 如果是5的話 就是A0到A4 它宣告的時候要指定 你有幾個元素 那個5 5的話 不能寫n 這樣是不行的 好你要一開始就要宣告 5個就5個6個就6個 好 C++ 就可以用這樣宣告 可是它 它也不能隨便變更陣列 好陣列又不能隨便變更 它的 空間的大小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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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正列 你可以寫ABC 那個名稱AE可以定義ABC或是XYG都可以 它的名稱是自定 可是這個名稱代表是正列的最開始的記憶體位置 那我們宣告五個元素 你可以用到A5、A6、A7、A8、A9 而且編譯可以成功 那也可以執行 可是執行通常會有問題或有錯誤 所以常常我們會宣告 宣告很小然後用到很大 這樣就有問題 那這個 如果說在函數裡面 函數的參數就跟指標是完全一樣的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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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三种写法是一模一样 我写这个函数 它里面的参数是一个阵列 跟参数是那个阵列你把它放空 还有跟它是一个指标 这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第三支小考就会考这个 因为它是跟阵列跟指标是一样 所以你用A0A1A2A3 那你就可以用 信号A 然后A加1的信号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好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